当前出现签证之间的风波 以及中国公民在入境过程中 所遇到的这种不公正其实性的待遇 我对此感到十分的忧虑和遗憾 出现当前这种问题责任不在我们 我想有关当局也应该就此 进行深入的分析 尽管一些从中国来到韩国的人员 出现了PCR检测阳性的情况 但是据我了解 他们都是已经阳坑的人员 都是超过7天甚至14天的人员 没有传染性 没有问题 这些在韩国的防疫情况 就是超过7天就可以自动的去上班 我们应该外交当局 通过彼此之间的努力 还是应该通过友好协商 解决当前出现这些困难和问题 以保证两国关系平稳顺利的发展